嗨,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是跟豌豆公主APP一起合作的 这个购物软件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了 因为有很多的B站的博主都跟他们有过合作 然后他们也是终于找到我来跟他们一起出这个视频 豌豆公主APP是一个日本海淘购物的APP 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日本品牌入驻 包括一些日本比较高端的护肤品还有化妆品的品牌 这一次呢我就体验了一下在上面下单 然后收到货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它上面的产品呢一般是分为日本直游还有广州的保税仓 日本直游的话其实在七天之内你就可以收到 广州的话就是三到五天我觉得都还是蛮快的 我感觉这个软件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 它的那个价格非常的合适 就跟我平常去淘宝上跟我平常去直接搜一些那种日本代购的价格 比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就不会说是那种太贵 而且它上面所有的商品都已经是税后价 所以你不用再支付额外的进口税 而且他们给了我一个粉丝专属的折扣码 你们就可以在购物的时候输这个折扣码就有机会减去商品总价 一到一百块钱这样子 好那我现在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到底在上面买了什么东西吧 然后呢我收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箱子 它这个箱子就是还蛮可爱的 而且它里面的商品反正都是用这种泡泡纸包的还是挺好的 这次呢我主要是选择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居家必备的商品 应该有很多人都用过这个东西吧 这个就是Excel的眉笔 它是三头眉笔 这边是一个眉刷一个眉笔 然后中间拧开是一个眉粉 我觉得应该有挺多人都用过这个的 我今天的眉毛就是用这一只画的 我觉得画的超级好看 就是它那个特别自然 不会很湿 然后又不会太干上不了色 就直接在手背上画 它就是有颜色 但是这个颜色又不会过于的深 我觉得这个颜色呢就是 是我比较喜欢的 比较自然的那种眉毛的颜色 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灰色或者是黑色的眉笔 那样画出来的眉毛会比较死板 这种啊就是棕色我觉得就刚刚好 嗯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它是这种自动眉笔嘛 就不用自己去就不用自己去削 我是比较喜欢这一种的 我现在手头差不多还有五只眉笔 如果我把那五只用完了 我可能就不会再去回购 Bobbi Brown或者Shower Gloss的 我就会去买这个眉笔 因为它真的比那些眉笔便宜非常非常多 但是画出来的效果呢 又没有比那些很贵价的眉笔差 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活着呢是有它的原因的 Excel的眉笔应该是我这次买到的东西中 唯一的一只画 唯一的一个化妆品 其他的都是一些护肤品和家具用品的 感觉 感觉这个很少出现在这种 介绍美妆品和护肤品的视频里 这个就是那个洗衣球 嗯 它这个洗衣球呢就跟普通的洗衣球是差不多的 就是这种塑料 橡胶包裹着它的洗衣液 还有那个衣服的 大家不要介意我的指甲油 我忘记 卸掉了 就是这个洗衣液 然后外面会有衣物柔顺剂啊那种之类的 就在这一个球里面你每次洗衣服就放一颗进去就好了 不会像那种洗衣粉对衣服的伤害那么大 也不会像洗衣液那样子就 你每次还要再去量好量的倒进去 这个每次放一颗就可以了 我觉得特别方便 我也是 我之前也是一直用这种洗衣球 但是就是别的牌子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的味道 我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味道 今天我又用的是这个背景布 因为我之前录视频的那个房间呢 光线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只能带一个光线比较好 但是背景不太好的房间 我这个买的味道是白金花和牡丹香 好 然后下 然后下一个东西呢是这个 这个是Hachi他们家的蜂蜜卸妆乳 Hachi这个牌子呢在日本算是一个比较高端线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们家的产品主打是天然还有蜂蜜嘛 这个卸妆乳呢 我就是感觉它的那个包装看起来就特别干净 而且就而且它主打天然我觉得用起来会比较舒服 卸妆乳这种品类我是第一次尝试 我一直都是用卸妆油啊或者是卸妆水 这个卸妆乳呢它完全就是一个乳液的质地 你们看它挤出来是这种白色的乳液 在你那个需要卸妆的地方按摩一段时间之后 它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卸妆油的感觉吧 你们看它现在在手上按摩一段时间 它就会变成这种油的感觉 这里是我刚才涂的NARS的一个唇釉 它基本上是不太能卸掉这种持久度非常非常好的液体哑光唇釉的 但是像是粉底液啊然后腮红和你脸上的一些修容这种粉状的底妆 它其实都能卸得蛮干净的 如果你是比较敏感的皮肤容易长粉刺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用用卸妆油因为这种东西它比较温和 就因为卸妆水的话你就需要用那个卸妆棉 那个化妆棉去擦皮肤嘛 这样子的话可能稍微对那个角质层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卸妆油呢有一些人是特别容易长粉刺 但是卸妆乳的话都不是太存在这两种问题 所以我这段时间应该就是会一直用这个卸妆乳 下一个东西呢就也是一个小东西 是这个资深堂的修眉刀 这个修眉刀呢它就是那种特别原始的这种刀片 这样子就会特别的锋利 所以你刮的时候呢其实 让我来试一下 所以你刮的时候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而且你只能这样斜着往下刮 你不能斜着往上刮 因为我之前想刮这边眉尾的眉毛嘛 所以我就这样子去刮它 结果呢不小心就把它 就把我的这里的皮肤划破了 这种修眉刀你用起来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虽然它很好用 但是也比较危险 现在有那种刀头非常非常小的那种修眉刀 那个虽然不是特别容易划伤你的皮肤 但是用起来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顺手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样子 比较大一点的修眉刀 这个的话是一个Muji的化妆棉 我一般是用它来卸妆 这个是他们家的那个原色化妆棉 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上面还有那种 就是叫什么 木材的渣子嘛 那种东西 这个卸妆棉我用了很多很多个了 我觉得它真的挺好用的 这个大小我觉得也特别合适 他们家有那种非常大片的嘛 那个我用来卸妆觉得有点浪费了 这种大小呢用来卸妆刚刚好 而且它的棉花 虽然是会有一点点飞血的那种 但是真的很软然后很厚实 我觉得那个卸妆的时候 就用起来很会舒服吧 这个卸妆棉呢它有一点点会比较容易破 就是你一搓它这边的棉花就翻起来了 如果我是比较建议的话 就不要去选购这种化妆棉 最好是去选那种四周都封起来的那种 那样里面的棉花就不太容易跑 下一个是这个 他们家的这个早安面膜 这个也是应该有挺多人用过的 他们家这个早安面膜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味道 这个是牛果的一个滋润型的 然后还有比较清爽型的一款早安面膜 然后还有那种晚间的夜用面膜 对 这个这个早安面膜应该蛮多人都用过的 它就是这样的像一个纸巾盒的这种设计 你把这里打开了之后呢就像抽纸巾那样 每一次用的时候都往外抽一片 就可以起到一个你早晨起来帮你提神的一个效果 这个它后面写的就是说每天早晨呢你贴60分钟 它就可以帮你醒肤 然后起到一个滋润皮肤的效果 我觉得反正它也不贵 如果你是想要买这样的一个醒肤的面膜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嗯 早安面膜 对 好啦 然后就是最后一样产品啦 最后一样呢也是 嗯 火了很多年的这个 陈野医生的化妆水 这个化妆水呢 它官方就是说可以在你清理黑头之后 帮你收缩毛孔嘛 当然就是我觉得大家也不是很相信 它可以真的帮你收缩毛孔 它主要的一个效果呢就是 会让你的皮肤感觉特别的清凉 挤完黑头之后呢 会敷一下这个水 虽然我知道它可能对收缩毛孔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但是我就是想涂一个那种心理安慰吧 就我都用习惯了这个水 如果你不喜欢含有酒精类的那种护肤品的话 就最好是不要去选择这个 但是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它的实用感 和它那种橘子的味道 所以我就一直在买 如果大家就是最近有想要买一些日韩的彩妆呢 你们可以去豌豆公主上面看一看下单 也可以就是用我给你们提供的那个折扣嘛 嗯 虽然省的钱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就是可以稍微帮你们节约一点吧 好啦 那就是这样啦 希望大家中秋愉快 拜拜 拜拜 拜拜